大家好我是乐乐爸爸 今天带大家看一看这片地 就是说这都倒幅了 然后那个 由于倒幅大量减产 农民呢他本身他也这个挣不多少钱 地本身也出不多少钱 你看这些节杆现在就是还得面临着 这个马上这不是春天了吗 还得再给它打碎了 就是说才能种地 我带大家去看一圈 就是农村的天特别懒 现在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一片地 就是去年因为受灾倒幅的 你知道吧给农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就是说每一年其实都用这个收割机收地 收地就是成本降低能最低 也非常快 然后还不损失 现在这个地 就是由于这个受灾之后 它这个大面积的倒幅嘛 然后都雇的人工 去年就是皮包米 就像这样的倒幅的这个杆 皮包米 都雇了 雇了很多人 然后一个人的成本都是在一天三百 你想啊这个农民能挣多少钱吧 就像我们去年这个家里没有多少地 就十亩八亩地 然后去了种子化肥 这个 才去了这个 二次浮笼这个钱 再到收割 再到这个最后到家脱粒卖 其实这一亩地 就能挣两百块钱 十亩地也就能挣两千块钱 就投出去 投入的这个钱就得大概得 4000到5000吧 你就想吧 而且这种倒幅我们农民谁也没得到收益 任何补助都没有 都说今年这个 猪肉贵呀 或者是各个成本增加 就今年这个苞米 湿粒子 就是非常非常湿的粒子 都能卖到一块三四 干粒子都能卖到一块八九 你就想吧 这个猪啊 羊啊牛啊 他这个所需要的这个 玉米 大量的就是少 因为我们 今年绝产了嘛 就减产了 所以说这玉米价格也特别贵 这个也是导致物价这个上涨的一个原因吧 哎呀就是 我们这个收成减少了 他这个收入 必然的会减产呢 这农民主要一年就靠这点粮食 就是说卖钱 现在 减产这样 你看这片地 到这个 春天呢 还得再给它打碎了 打碎了之后 才能再种 要这样是的根本没法种地 这都是当时没整了 没办法 看这块还有两栋 这个大棚 像这种大棚在我们冬天呢 就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因为他这个温度太低 做不了这个苗 也种不了这个植物 所以说东北的菜价特别贵的原因 这个这个方面有挺大 像这个有温室的 它是烧煤 那更完了 这一吨煤都老贵了 昨天我不给大家录了吗 一起那个那个煤价 烧一冬煤长的那个蔬菜水果 都都不如那个半吨煤 你看啊 哎呀嘛这鞋里 都灌包了 这家伙 全灌包了 这太冷了 穿了一个红袜 我媳妇说穿个红袜的BB鞋 现在一看呢 能做一个合格的农民 太不容易 因为现在这个农民呢 受到了几方面的打压 一个是天气 今年的这个夏天 恶劣的这个天气 导致说 就是说这个结杆 在这个 玉米棒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就倒浮了 营养上不去 导致大量的减产 因为它不成嘛 然后再一个 就是说 现在呀 国家的扶持力度 不知道都跑哪去了 就打比方 现在我家这个 结杆倒浮了 我不知道国家这一块给没给这个富士政策 给到了富士政策又跑到了谁的手里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现在农民呢 就是说这个玉米 它真正收到家里 它这个价格也受这个二道贩子 这么一个打压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农民 现在没有自主定价的这么一个权利 就二道贩子 说给多少钱 就给多少钱 所以很多时候啊 就是说 能做一个真正的这个农村人 本本纷纷的在这个农村 活下去 其实也挺难 现在多方面打压呀 就是农民现在这么一个生活状况 其实不是那么特别好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吧 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农村种地的这个事 再见